材料清单 高净面粉250克 糖一大勺 燕子分之一小勺 集容酵母一小勺 清水115毫升 鸡蛋一个 黄油40克 火腿四片 切断奶酪丝60克 但也是料 就高净面粉 糖 盐 酵母 鸡蛋混合在一起 慢慢加入清水 合成面团 将面团转移到案板上 一手按住面团针靠近自己的一端 另一只手将面团往外揉错 再将除处置的面团折叠回来 重复几次后将面团转90度 再重复往外揉错的动作 用这样的手法揉面约5分钟 将面团揉至基本上光滑 且不太粘手的状态 折起面团一端检查 若是能拉出还比较薄 但不透光的膜 就可以开始加入黄油 将软化过的黄油分三次 包入面团中 每一次加入黄油后 都要揉到面团将黄油完全吸收 吸收过黄油的面团 会变得非常光滑柔软 将加过黄油的面团 使劲筛打在案板上 将手中抓着的那一端到远处折叠 抓住面团的侧边 转90度后再重复筛打和折叠的动作 用这样的手法将面团筛打 5到8分钟 致面团柔软又弹性 折起面团一端检查 若是能拉出薄而透光 不容易一切破的薄膜 切薄膜破掉的边缘比较光滑 即可结束揉面 将面团刷成球形 放进涂抹过黄油的大板中 盖上保鲜膜 25度左右室温下发酵 1到2小时 吃面团发质量倍大 发酵好的面团往下按压排出气体 等一到按板上 按压滚动 将面团中的气体完全排出后 稍微揉一 2分钟 吃面团再次变得比较光滑 分割成4等份 每一本都团成球形 盖上保鲜膜醒面5分钟 在案板上撒非常薄的一层干粉 去一份面团 擀成比火腿片略大的椭圆形 包入火腿片捐起来 将接口处和两端都捏紧 将面卷的两端和龙捏紧 收口朝下放置于案板上 动向隔开面卷 放两侧展开即可 将四份小面团都同样操作整形 放在电了烘焙质的烤盘上 在烤盘内倒入热水 放置在烤箱最下层 再将排列了面包的烤盘放进去 将面包在热蒸汽的作用下 二次发酵约30分钟 至体积增至两倍大 取出热水和烤盘 将烤箱熨热到180度 将鸡蛋打散 在芭蕉好的面包上刷一层蛋液 撒上奶酪丝 送入熨热好的烤箱 放在中下层 180度烤20分钟 至奶酪融化 面包表面烤至金黄色的即可出炉 出炉后立即转移到架子上晾凉 可以趁热撒上些青海排粉装饰 小贴式衣 放面团中加黄油时 要耐心抵分三次操作 确保面团完全均匀的吸收黄油 变得光滑不粘手 二分柔错和筛大面团 要用正确的手法 才能快速而省力的形成面筋 三第一次发酵面团 温度不已过高 烧满的发酵能让组织更继续均匀 四第二次发酵要注意保湿 如果没有蒸汽条件 就要用保鲜膜盖住面包五 烤好的面包要完全冷却后再密封保存 不要放在冰箱 如果能在两天内吃掉的话 是温流 保存即可 若想长时间保存需要冷冻 下次吃之前提前一晚放入冰箱自然解冻 即可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订阅本频道